大家好,我是喜恩,欢迎收看今天我的Vlog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喜恩的YouTube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通知 所以你每一次呢,更新的时候 你也就能够在第一时间 收看到我的频道咯 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把歌唱好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必须要先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没有好的身带 就算你再怎么练习 声音还是会沙哑 你还是常常会觉得口渴 觉得你的恒格膜跟丹田呢 没有办法使上力来 为什么?最根本的人的需要呢 就是要睡觉 然后还需要多喝水 第二个多喝水 像我自己在唱歌前是不碰甜的东西 因为它常常会生痰 再来如果你有喝酒跟抽烟的习惯 我也建议你在唱歌前呢 不要喝酒跟抽烟 因为它是最直接去伤害到你的呼吸气管等等的 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口很干很渴 这就是因为你在唱歌之前呢 喝了酒让你的身带冲血 所以血液循环都会变得更快 再来就是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 真的也会很难歌唱 像如果我在表演的前一天呢 能够尽量早睡就早一点睡觉 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身体的疲惫 唱歌是一件非常耗体力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每一天都要熬夜 喝酒然后抽烟 然后乱吃辛辣的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把歌唱好的 而且你很容易就会损耗了你的声带 如果你觉得在短时间之内 你觉得啊没差啊 反正你看我喝完酒之后 吃完辣的东西唱歌声音还是很好听啊 还是很OK啊 如果你只是想要在短期 生命当中的短期 把歌唱好的话 你可以继续的耗损你的声带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长久的把歌唱好的话 你就先必须第一点就是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 现在连结里面呢 有放了很多的歌唱小技巧 但呢都是技巧层面 把歌唱好最基本的呢 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好吗 所以跟着我一起来 好好的运动 好好的生活作息 照顾你的身体 所以你可以歌唱的更久 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 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下一次见 拜拜